的确买房子很害怕买到这种金玉局外 但是败叙其中的房子 我们持续来进行追踪买到这个避癌屋的个案 这屋主特别找来了水电师傅来检查 的确有漏水 而现在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 消保官就说如果房仲在买卖的时候 没有完全揭露房屋的资讯 就违法了这个消保法 房仲以及原本的屋主都有责任必须要赔偿 究竟房子怎么会出现避癌 抓漏师傅拆下灯罩 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大片的避癌是以前之前漏水所产生的避癌现象 那个要处理的方式就是说 一定要把整个屋顶全部都把它拆除 拆除掉之后然后做避癌处理 原来天花板产生避癌跟顶楼裂缝有关系 一个月一个PU防水层挤水泡 证明防水工程完全失手 这已经失效了完全没有用了 防水是要坐在内侧 并不是坐在那个外屋 抓漏师抓问题 而民众买房子靠的就是房仲介绍 那一般房仲接到新的case要怎么替民众把关呢 一般我们会看就是墙壁有没有避癌 然后再也就是说看天花板有没有生漏水 然后还有就是凉柱缸筋有没有外漏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像是这种装潢过的房子最有可能就是掩盖瑕疵 民众买屋前也要特别睁大眼睛 以肉也没有办法看出就是有做过装修天花板上面的那个水泥 水泥的天花板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房仲的角色就是居中协调 交互前有任何问题要立即反应 除了可以溢价也省得产生后续更多 各五九分 这里有学校怎样 看不到